铝箔包是用七层材质合成 很难回收再利用 你觉得是真还是假 网络流传铝箔包是用纸、铝箔、塑胶等 共七种材质合成 并用粘着剂将它们紧紧粘在一起 因此非常难做资源回收 资源回收的第一步就是清洗铝箔包 为了能够破解流盐 小兵拼了 大伙把清洗过的铝箔包剪碎 放到果汁机里打成纸浆 接着专家指挥大家把纸浆过滤 因为铝箔包有七层材质 加水打散之后 纸纤维会变成又浓又稠的纸浆 而铝箔和聚乙烯这些材质 因为不溶于水且尺寸较大 无法通过滤网 自然就单独被分离出来了 被分离出来的铝和聚乙烯这些材质 都可以再利用 至于纸浆呢 当然就是变成再生纸了 所以铝箔包是可以轻松回收再利用的 铝箔包 铝箔包